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as two fixed points 它最多只有两个fix point 假设你有more than fixed point 那么这个是w了 只能有一种就是自己mapping到自己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但是其他的就不一样 像这个是不是利益啊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不是 这个也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次说过 z的compress conjugate不但呢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 它是不是anatic 它不是anatic 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mapping下来 我们刚刚说所有的x轴都是fix point 远远的超过两个 它是无穷多个 所以它是不是linear fraction 不是 假设是linear fraction 它最多只能有两个fix point而已 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记住 好 那么现在就问一件事情 假设现在你有个图形 在zplane你已经知道 我希望把它转换到wplane的时候 是按照我的意思来转换 那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可不可以把所有equation拿来 全部都做完 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最后发觉根本就找不到 那不是麻烦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刚刚好有一个办法 它可以告诉我们 该怎么样做 OK 好 7.3 special 哦 你看到special 这个字就真的很special 对不对 special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OK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 theory one OK 这些基本上呢 我们不太证明 我们直接拿个例子来看它 我们来使用它 the three point and their image given OK OK 假设有三个点 three given distinct points 假设有三个点呢 z1 z2 z3 假设有这三个 OK 这三个点要有不一样的三个点 你不要找两个点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maping过去之后呢 我们希望一对一对应 它可以对应成什么 maping two w1 w2 and w3 假设我们知道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们两个当中一定要吻合一个方程式 w减掉w1 除以w减掉w3 乘上w2减掉w3 除以w2减掉w1 它要等于什么 z减掉w1 除以w2减掉w3 乘上w2减掉w3 除以w2减掉w1 它一定要吻合这个公式 假设你要找一个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的 也就是它这三个点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maping 那么 这个你如何去建构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呢 就用下面这个公式就去建构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从这个公式里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到底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讲那个例子 然后假设我们讲完 时间不够了 那我们就先到那边 下一次我们从这边再开始 礼拜三 因为这个还没有结束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判断 因为就像当我们刚刚这边 你把一条线转换过去 你还搞不清楚这条线的左边转换过去的时候 比如说转换到圆圈圈 到底变成圆圈圈的里面还是外面 你都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你要判断 你要变成你要的样子 那这个才是重点 好 Example Mapping Halfplane Halfplane 假设是上面这个 我希望把它转换到 一个Disk OK 我应当怎么做 那根据这边呢 你必须要先确认 你找得到在你Zplane上面的三个点 怎么样转换过去 要完全按照你的需求 好 假设我来找这三个点 Z等于0 Z等于1 Z等于负1 我希望转换过去变成什么 所以我把它叫做 Z1 等于1 Z2 等于0 Z3 等于负1 这边我希望转换过来 变成为W1 W2 W3 转换到哪边去呢 我希望W1等于负1 W2等于负I W3等于E 好 我们看看 我这个圆圈圈 这个花叉叉 这个三角形 1的地方呢 跑到这边的负1 负1 所以呢 这个是叉叉 圈圈的地方 就是0的地方呢 它变成为负I 负1的地方呢 变成1 三角形变成这样 我希望这样子 请问一下 那个transformation 长什么样子 那就很简单啦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就把它公式拿来用啦 W减掉W什么 1 除以W减掉W3 乘上 W2减掉W3 除以W2减掉W1 要等于 Z减掉Z1 除以Z减掉Z3 乘上 Z2减掉Z3 除以Z2减掉Z1 我们把它通通带进去看看 所以W呢 维持W W1等于负1 W减掉W2 等于负1 乘上W2 负I 减掉W3 1 除以W2 负I 减掉W1 减掉负1 等于Z 减掉Z1 Z1是1 所以Z减掉Z3 是负1 乘上Z2 0减掉Z3 是负1 对不对 Z2 0 减掉Z1 减掉E 整理一下 你马上 整理完之后 就跑出一个函数了 Z减掉I 除以 负I Z 加上 我看看 好 负I Z 加上E 我们就跑出这个Transformation 这个就是你要的 OK 好 这样子看起来很容易嘛 对不对 那剩下的就是 你真的要下去验证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将MadePing过去哦 OK 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 比如说上面好了 上面这个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现在到底过来 第一件事情我想问 在X走是不是刚好都在圈圈上面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X走的上面 到底指的是圈圈的里面还是圈圈的外面 那无穷远呢 X等于无穷远或X等于负无穷远 又在哪个地方呢 对不对 我们都要知道这些Information 假设我这边有一条横的线 那在这边长什么样子 假设我这边有一条重的线 X等于某个数值 哇 它跨越了你感兴趣跟不感兴趣的地方 相当于在这边又长什么样子呢 那你是不是要先去搞清楚这些事情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做 OK 但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从这边开始 我们很简单的复习前面 从这边开始 我们把这个Fractional Ninia Special的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告诉大家 以及它的用处 讲完之后呢 这个很快哦 两三下就要讲完哦 对不对 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他种的Transformation 到底有哪一些 然后很快的 我们就要进入18章 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用它